- 焦點營 - 焦點營 - 焦點營 Hello 大家好 我是 Amber 47 歡迎回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呢一樣是要做眼影教學 就是上次說的這個 1028銀河線眼影盤的這個顏色是 許願 它是一個比較偏莓果色的眼影 我 他們這次出了眼影盤 我大概就是比較喜歡這個 許願跟上次我示範的那個 棕色的眼影盤這樣子 對然後它是一個我覺得應該這個色調應該還算實用吧 因為它不是非常亮的那種粉色 它是帶有一點點灰的感覺這樣子 好那話不多說我們就直接來刷色在手上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眼影盤它的顏色呈現 好我現在刷色完了都在手上 對它這一盤比較特別的是啊 它的這個打底色 我原本用看的以為它是個霧面色 結果刷上來的時候發現它是有這個光澤感的 所以它是一個很好的這種眼頭的打亮色 然後它的這個亮片色跟前一盤咖啡色的不太一樣 是它稍微帶有一點點蜜桃色的底色這樣子 然後它的粉色也是我覺得這個顏色蠻日常的 因為它就是一個灰調粉 所以它畫起來也不會讓人家覺得就是太少女感帶太甜膩這樣子 然後它的主題色是霧面色 然後它的加深色也是霧面色 就是這一盤的話比例上來說它的霧面色會比較多一點 然後它的加深色看起來是有一點點紅棕色的顏色 我現在展開會有點感覺它會有一點點帶紫 但是仔細擦上來就是一個很標準的紅棕色這樣子 也是一個很好的加深色 然後一樣四個顏色都摸起來還蠻細緻的 那它的這一盤摸起來的觸感感覺就會比上一盤我示範的咖啡色調的 眼影盤再乾一點點可是霧面色比較多的關係這樣子 不過它的配色也都是蠻合理的這樣 那我特別喜歡這兩個顏色吧 對就是調的蠻特別的 是一個蠻日常的粉色 然後跟一個我覺得這顏色單用也會很好看的一個蜜桃色的亮片色這樣子 好那今天一樣呢 會用這個四色眼影盤示範三種眼妝給你們做參考 對只要一個眼影盤它的配色的那個深淺度濃淡度是合理的話 就算它只有給四個顏色一樣可以畫出三個眼妝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用這一盤許願來完成這樣子 那一開始呢 因為它的這一盤眼影盤我覺得它比較沒有什麼說 比較沒有那個打底色 雖然這個顏色看起來好像可以打底 但是因為它是珠光的 我覺得就不太適合拿來做打底 像這種帶珠光的淺色啊 拿來做打底就很容易讓你的眼睛變得比較腫泡 所以它這一盤算是沒有一個比較OK的打底色 那我就是直接先用它的這個粉色 來上在我的眼皮上面 就直接拿大隻眼影刷 然後大範圍的淡淡的把它刷上來 就是因為它的顏色其實不會非常的重 所以刷上來的感覺就是一個裸粉色 然後稍微可以加深一點那個眼睛的輪廓 好畫起來大概是這樣 就是它有一個稍微可以加深眼睛深邃度的感覺 但是又不會讓人家覺得顏色太重 好那接下來呢 因為第一個妝是日常妝嘛 所以就是不要上的太過於浮誇 那我就要用它的這一個淺色 就是帶有一點點珠光感的這個淺色呢 把它上在這個臥蠶的地方 去加強這個臥蠶的立體度 那一上上來它這個臥蠶的感覺就會直接 膨出來 你就畫在眼下的這個位置就好囉 千萬不要戴到眼頭 因為我覺得日常妝的話 你把眼頭打亮 看起來妝感還蠻明顯的 所以真的要就是做一個局部打亮的話 我是覺得就是 把它用在臥蠶的地方 然後我們一樣可以用手指頭 沾一點點這個淺色 把它淡淡的點在眼睛的中間 增加一點點這個眼皮中間的這個光澤感這樣 好接下來呢 我一樣是要用它最深色的這個顏色 來當眼線的使用 對那就是拿一支這個眼線刷 直接乾用在這個顏色 那就是微微的把它暈在 我們就畫後面1分之1的位置就好了 就是把它暈在這個最眼尾的地方 那因為它這一個系列的 因為要把這個系列的眼影啊 它深色的部分顏色真的都做得夠重 所以直接當眼線的話效果會很好 好那這樣眼影整個畫完之後就是上睫毛膏 對就是第一個妝我都會示範的非常簡單 非常好學這樣子 因為是日常妝我們不可能花太多時間 去捉摸一個妝很久這樣子 所以日常的話我覺得這樣子基本上就還蠻好看的 那接下來就是上睫毛膏 那上完睫毛膏之後給你們看一下這個眼妝的特寫 好這個就是最後的眼妝 那我覺得它的這個深色加深色 因為它的顏色比較特別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它有讓整個妝比較有一個特色在吧 對因為這個顏色還蠻特別的 就是一個紅棕色 所以就讓整個眼妝看起來會更有特色一點 那整個妝畫起來就這樣清清淡淡 然後蠻好看的就是一個蠻適合日常的眼妝 那日常的話睫毛膏我就會插纖細款的 纖長款的啦 就是不要讓睫毛看起來太過於 春曬感太強烈這樣子 讓它先細細的然後現場的感覺這樣子 整個眼妝就完成了 很簡單的一個眼妝 好呢接下來是腮紅的部分 那日常穿的話我還蠻喜歡用這種 呃...珠光型的腮紅偷懶的 因為畫了這個它自己就會有一個 光澤感就不太需要打亮這樣子 好那我用的這個是 FIMI的碰到心中腮紅的羅膚色 嗯...我在想它跟這個 帶一點點霧粉的顏色的眼影應該會蠻大的 然後這個顏色其實日常畫啊 你也不用怕失手 因為我現在下手其實不算輕 可是它畫起來的色調就是這樣 很自然的感覺有沒有 就直接把它上在臉頰後端這裡 好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很自然的光澤感有沒有 就可以直接腮紅加打亮二合一的感覺 就蠻漂亮的 因為它稍微有點光澤感 就把它掃到這個筆尖上面 好 大概是這樣 這樣就可以省掉打亮的動作 然後接下來是唇彩 唇彩的話我想要薄圖這個 植唇秀的... 它的色號是BR784這個顏色 它也是一個有點紅中帶橘 但是又不是那麼橘的一個顏色 現在的唇彩都很喜歡做那種很微妙的顏色 所以... 有的時候會很難形容 好那日常妝的話就是隨性的把它點在嘴唇上 然後再用我們的手指頭把它暈開就好了 好這樣子一個簡單的日常妝就算完成了 那我剛剛忘了說我這個植唇秀的這一個BR784它是霧面的 對 我也讓嘴唇帶有一點點紅潤感 因為你其他地方的妝如果比較淡的話 我覺得嘴唇可以稍微讓它氣色再好一點 這樣整體的整個人的精神看起來會比較好 那就是第一個彩妝很簡單的完成啦 對... 畫這種很簡單的彩妝心裡就比較好 因為很快就可以完成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進入到第二個眼妝 好接下來要進入到第二個眼妝 那因為第一個眼妝我做的很淡 所以我們就直接沿用這樣子 那我剛剛就是稍微把眼尾的眼線擦掉一點點 然後再重新用它的這一個粉紅色 去做打底的動作 但是我這次打底的動作下手就有比較重一點 你可以看到很明顯顏色變得比較重 然後範圍也有在比 第一次的時候高一些 就是更靠近眉毛的高度這樣子 然後下眼尾的部分也是畫得比較重一點 好那接下來呢 我要沾它的這個 用狀況的眼線要沾它這個最深色 然後把它上在眼尾七字的這個位置 去把它做一個加深的動作 然後下眼尾也是後面三分之一 一樣畫上這個深色 好然後接下來呢 一樣拿回小畫眼尾刷 我用它這個最淺色的部分呢 去打亮我的眼頭七字的這個位置 因為第二個妝是屬於約會妝嘛 我們要比較有妝感一點的感覺 所以這個時候打亮在眼頭就不會顯得太奇怪 因為整體的妝的濃度有提高 因為整體的妝的濃度有提高 就是濃度啦 就是整個妝感看起來比較明顯的 所以這個時候打亮眼頭就是一個很好的點綴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呢就是要觸動它到它的這個亮片的點綴色 那我是要把它用手指頭暈在這個從眼頭連接到眼睛中間的這個部分 好如果你喜歡這種亮晶晶的眼妝啊 真的是我覺得1028這個銀河系啊 真的是必熟 雖然我最喜歡的顏色是上次我 上次我示範的那個無限啦 但是它這個 曲願啊畫起來的妝感也是很好看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畫眼線 用1028加這個咖啡色的眼線液來畫這樣子 看起來妝感會比較 咖啡色眼線液就是會讓妝感看比較柔和啦 比較沒有就是攻擊力那麼強的感覺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也快速把這邊畫完 然後刷完睫毛膏再給你們看一下 第二個眼妝的妝感 好這是第二個眼妝 我真的每一次用1028這個銀河系這個系列啊 就被它的這個亮片色美到一次 你看這個哇哦 真的是超級好看的有沒有 對那因為其他地方就是霧面的 所以顯得它的這個亮片色就是更 怎麼說更閃耀的感覺 對第二個眼妝長這樣 也是一個很好看 然後他們家的棕色眼線液筆啊 然後搭配這一個妝特別的協調好看這樣子 好這就是第二個彩妝 然後接下來就上腮紅 那我要用的疊的一樣是 洗蜜加這個06號 我最近還蠻喜歡它的 因為它 就它是一個比較偏中紅色的顏色啦 就是雖然鏡頭前面看蠻橘的 可是現在你看它是一個 比較偏中紅色的顏色 然後它是一個老余的形狀 把它疊在這裡就好了 跟一開始畫的腮紅做一個結合 那接下來是唇彩 唇彩的話我想要塗 也是我之前用過的啊 這是SOLONE加的303 然後它是亮面的 我之前還沒有跟你們說喔 我覺得它這個唇彩的質地很好玩 它其實不能算是亮面的 因為你把它整個塗開之後 它其實看起來沒有這麼亮 它的感覺就很像一個 該怎麼說 水性的顏料這樣子嗎 有沒有 它其實沒有這麼涼 然後上到嘴巴上就是薄薄的一層 像水一樣的感覺 然後薄的度非常的夠 好接下來就是直接塗上這一個唇彩 好那接下來上一點點打亮 我今天要用STILA的這個香檳色的打亮 打亮真的是一個用不完的東西耶 真的不要買太多 打亮就是一塊都好大塊 然後我們用的時候 範圍又不大 所以每次 每次買一個打亮 就是意味著 你有多一個化妝品是用不完的這樣子 好 STILA的這個打亮不是新產品啦 可是它的顏色我覺得非常好看這樣子 然後這樣就是第二個彩妝就完成啦 對就是一樣 其實也是非常的好這樣子 我特別喜歡這個手動家的這個色號是303它的亮面的唇釉 就是因為它的質地並不是非常的油潤 然後它擦起來感覺水水的 然後飽的度又很夠 所以我覺得它在嘴巴上的感覺是比較舒適的啦 就是也沒有到非常滋潤 就是比較舒適 因為它薄薄的嘛 然後沒有什麼存在感 但是顯色力又非常的高這樣子 這質地有點難界定啦 但是我還蠻喜歡它創造出來的這個 唇妝的感覺這樣子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進入到第三個眼妝啦 好那接下來就是最後一個眼妝 那我想要畫一個 比較像是小煙燻妝的感覺眼妝 那我也確保這個小煙燻妝的感覺 是比較像濃妝的 對因為最後一個妝我們通常都會撕滿比較濃的彩妝 那所以我的畫的順序會有點顛倒 那我一開始就要用它最深的 這個顏色呢直接來上在眼皮上面 那如果你的眼影盤 因為像它這一盤的這個淺色就不太適合你來做打底嘛 因為它有會亮是珠光的 那你就可以先用蜜粉 或者是你手邊有粉餅蜜粉這種東西 先去把它鋪在你的眼皮上面 這樣子一樣可以做到這個打底的效果 嗯 那我們一開始就直接用它最深的這個顏色 然後把它沾在靠近 一開始先把它沾在靠近你睫毛的地方喔 然後我們再慢慢的把這個顏色給暈開 那中間暈的這個過度做得不好沒關係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一層顏色會越上越淺 越上越淺就會慢慢的把它給暈開 那你只要確定你的第一層這個顏色呢 是上的夠重的就好了 然後再來換小號的眼影刷 因為這個顏色是慢慢暈出去的喔 所以一開始你的範圍就不能畫得太大 那我現在是用小號的眼影刷呢 一樣是沾這個最重的顏色 然後把它暈在 就是暈在整個眼睛上面 就是把你的眼睛整個框住啦 好那接下來我們一樣是拿回剛才中號眼影刷 然後沾它的這個算是主題色的顏色 沾一沾之後呢把它暈在 我們剛才上重色眼影的邊緣這樣子 這樣有沒有它的過度就會比較自然一點 好然後下眼影的部分呢 一樣是拿小號的眼影刷 因為範圍不要太誇張 我們是慢慢暈出去的 所以範圍是一點一點夾 所以就是用小號眼影刷呢 一樣把它的邊緣 給它暈出去 然後接下來呢 一樣是要用它的這個最淺色 我們要把它點在眼頭七字 就是眼頭七字的這個位置 去做打亮 然後最後呢 就是它的這個 最好看的這個亮片色眼影啦 一樣是用手指頭 然後把它點在 因為通常這種煙燻妝 就看起來整個眼妝會很沉重嘛 那你就是用這種亮片色把它點在眼睛的中間 去增加一點點這個光澤感跟亮度 這樣子你的這個眼妝看起來 那個層次感跟立體感才會更好這樣子 好再來就是最後的眼線 那我要用的是MAYBELLINE家的這個深棕色的眼線 直接畫 直接畫上來就好了 好眼線畫完了 那接下來我就是快速把這邊的眼妝也完成 然後加睫毛上睫毛膏之後給你們看一下 最後這個眼妝的完成品長什麼樣子 好第三個眼妝也完成啦 大概是長這樣子 那你們現在可以看到這個深度 大概就是這個影盤畫的最深的感覺了這樣子 這一盤許願它的深度好像不能像之前那一盤無限一樣那麼深 不過我覺得它整體畫起來的妝感質感一樣也是 蠻好的這樣子 對 好這就是最後一個眼妝啦 好那因為腮紅跟唇狀我覺得好像都沒有 在改的必要啦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帶一點棕的紅色跟它這個眼影盤最重的這個 加深色的感覺是蠻協調的 所以我覺得我不打算再改唇狀 那最後呢 因為我打亮也上了嘛 那就是再補一下這個修容的部分 那然後這樣子一樣上在這裡 那如果你是腮幫子比較寬的女生啊 我會建議你 就是從額下這個地方再往前 就是畫一個弧度這樣子把你的臉整個 修進來 它並不是就是直直的這樣打 就是你要照著你的臉連性 然後把這個地方 畫一個弧度這樣畫凹 這樣你的臉自然就會收進來 對就是 臉比較有角度的女生 修容要注意的部分 對那我不能再修 因為我再修 會變成 蛇筋 就是臉太 太細這樣 所以我覺得我通常就不會 動我的下額這個地方 對那我們一樣就是 髮技線這裡也可以稍微的 修一下 因為我額頭算高 對 我額頭算高啦 所以其實額頭是可以 稍微上一點點修容的 好這樣子最後一個彩妝就算完成啦 就是比第二個再重一點 就是我通常三個妝會從前 然後稍微再重一點 比較有妝感一點 然後最後就是畫一個最重的這樣 因應不同的場合畫 合適的彩妝 那它的這個眼影盤其實顏色 配色上面來說我也還算喜歡 但是我覺得它沒有 之前那一盤無限一樣那麼標準 就是非常就是各個顏色的配置 我都非常非常滿意這樣子 那這個許願其實也不錯 但是我覺得它畫起來的變化性 可能不會像無限一樣 就是可以做這麼大跳 大幅度跳動的就是妝感的呈現這樣子 那就是我今天呢 用他們家的這個 168這個銀河系限量 試色眼彩盤完成的三個眼妝的教學 對那如果你們有買這一盤的話 就可以參考一下我今天畫的 三種不一樣的眼妝 那一樣希望今天的影片你們會喜歡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Amba47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